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直接破题哦 这是一支开团的影片 也顺便算是开箱测评 今天要开团的品牌是 英国的Sion多功能无限吸尘洗地机 它不只可以吸尘、吸水、洗地、洗脂不品、洗玻璃镜子 连很细小的缝隙都可以 因为我家是开放式厨房 每次料理完地板都会有腻腻的 特别是拍片那天一次做个好几道料理 不论是酱料或食材 再小心一定会有肉网之鱼掉满地 最后整理的时候真的会很暗杂 原本试用这台的时候没抱什么希望 因为几年前陆续买过几台洗地机 效果老实说都不是很满意 所以以为这台差不多 但试用完之后 没给你片真的惊为天人 试用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非常好用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完美 但整体评分至少会给它90分 先来介绍一下它的配件 不会很复杂很简单 还送你一个黑色的网袋 可以把所有的配件全部装进去 因为也有其他厂牌的吸尘器 所以的确都会有一些配件 需要找一个箱子或是盒子 把它们收纳在一起 那我觉得Sion给的这个袋子 还蛮方便的 就把它全部塞进去就可以 可以把这一袋挂在工具间 就不会占位置 接下来详细介绍它各个配件的功能 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是玻璃清洁的刷头 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它在边清玻璃的时候 还可以边喷出水 甚至可以拿去清洁汽车的玻璃哦 等等会在详细示范怎么样清玻璃 另外这个小一点点的刷头 它是所谓织布清洁的刷头 像是布沙发 芝品类 地毯或是床垫类都可以 我觉得很适合家里有小baby或是有宠物的 呕吐物或是滴到酱料都可以处理 再来是这个缝隙清洁刷 可以深入各种缝隙 也可以边吸边喷水 特别是窗框门框的灰尘 可以喷水吸掉 我觉得不疏用抹布擦的哦 这个等等也会帮大家示范如何操作 再来这个是附的刷子 可以搭配污水箱来使用 一样等等会实际操作给大家看 再来这个是可以变身机器的软管 连接机身跟不同的配件 就可以变身不同的用途 另外这个是原厂附的机身座 把机器放在上面就可以随意的滑动 不然一只提着手会很酸 反正就是你想清洁哪里就滑到哪里 然后机器也不会乱倒 然后所有的配件呢 记得晾干之后就可以收到收纳袋当中 建议养成好习惯 用完冲洗干净就晾干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纳起来 不要乱丢啦 否则要用的时候又找不到 这个机器要移动的时候 记得要提机身提手的部分 这样比较符合人体工学 然后整个过程呢 它会用语音自动播报提示 优点就是不会选错功能 因为机器会自动播报 你正在使用哪一个功能 地板上无论是灰尘头发毛发 食物饼干碎屑脏污或是各种的酱料 打翻的清水液体牛奶果汁 甚至是最恐怖的呕吐物或是排泄物 甚至泡面不小心打翻鸡蛋打破 我试过只要它的大小不超过5公分 都可以被吸起来 然后你可以看它贴墙面的效果 几乎是没有什么缝隙 最重要的也不会把家具给撞坏 你可以单独只使用吸尘功能 但是我太爱它的洗地功能了 所以每回一定是用强力模式 边吸脏污边洗地真的很爽 你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垃圾酱料 还有蛋液蛋壳 一次全部被吸进去 顺便还把地板刷洗干净 真的太疗愈 我光想到小时候小朋友生病吐满地 真的是为母则强 用手捧那个呕吐物 然后慢慢反复重复的 差不多要插多久 但现在的妈妈 你好奇啊有这一台 真的很方便 如果家里有狗狗猫猫亂尿尿 也是一样啊 马上吸马上就起来 光想到可以吸掉水分类的脏污 我真的觉得这一台已经值得了 更不要说它还有其他功能 立马变身一下给大家看 直接取下机身主体 先把它放在机身座上面等等可以任意滑动 接着接上软管的组件 选择你想要使用的刷头就可以 先给大家示范一下缝隙刷 太多缝隙可以使用了 我示范一下沙发椅的缝隙 里面真的粉脏 不幸你手伸下去你家沙发侧缝摸摸看 保证一堆碎屑饼干 除非你不在沙发上面吃东西 有小朋友的特别是 一定要用这个缝隙刷给它吸一下 然后有时候还会不小心给它吸到零钱 那我这个小沙发椅其实不算太脏 但为了要给大家示范这个织物水洗刷头 我只好冒险把这个番茄酱挤上去 想像你不小心吃东西滴酱料 怎么办 快拿出这台塞哦 这种脏污尽量赶快处理 不要故意放很久啦 怕放太久会染色 就先把这个酱汁给吸掉 哎呦我这个酱真的加太多 有点怕怕给它洗不干净 拍个片把沙发毁了就不好了 赶快用力吸 就先把酱料给吸掉之后 可以手动开始喷水 边喷清水然后刷子边刷 然后再用力的吸 本来想说如果还不干净 要放一点点小苏打水 然后再用力吸 还好我这样反复喷水反复吸 那个番茄酱的印子就没了耶 好理家在 可以证明这个织物水洗刷的效果很不错哦 吸完可能会有一个水很嫩 可以再用吹风机把它彻底吹干 反正就是来回重复的做动作 让它整体变得干净 用这个角度看起来更清楚 已经完全没有番茄酱色素的残留 再来试试这个玻璃刷 它可以先喷水 有一个手动按钮的地方可以直接喷水 喷完就可以直接边吸边刮 我觉得整体操作真的是很顺手很方便 然后刮完吸完之后 整个玻璃跟镜子真的是 Burr亮 完全不会有什么水和毛屑 保证比报纸擦得还更干净 报纸有时候还担心白色的窗框会脏脏的 因为有油墨嘛 但是这个就不会 真的吸完刮完超满意成果 玻璃镜子 甚至是大理石面 还是那种大面积的瓷砖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清洁哦 电池的续航力大概可以一次做40分钟 这个我承认还有进步的空间 另外水箱跟污水箱的量都不是那么大 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就是不过重 缺点就是中途会换水 但我觉得OK 因为手擦的时候也要不断的水桶换水嘛 随时想要暂停反折机器就可以了 擦完的地板很快就干燥 完全不会湿搭搭也不怕会滑倒 清洁完的地板很干净 不会有头发杀粒感 甚至也不会油腻腻 就是很舒服 接下来更棒的就是这台机器 直接放回底座可以自动清洁 放回底座除了可以充电以外 请给水箱加水自体清洁 机器通常会提示我们先帮水箱加水 然后只要按下自动清洁键就可以自体清洁 不只可以清洗滚刷 还可以清洗整个管道 一天里面可能会使用两餐或三餐 如果想要每次用完都清洁 当然是最好 这绝对是好习惯 甚至每次用完污水箱就清干净 但如果真的嫌麻烦的朋友 你可以在最后晚餐之后呢 再整体清洁一次 至少一天结束之后要清一下 否则怕滚刷或污水箱会臭哦 好用的机器我们还是要好好爱惜嘛 你说是不是 来看一下洗完之后的滚刷哦 刚才吸了很多脏东西酱料 但你看一下哦 这整个刷子看起来是很干净 记得要立在旁边晾干哦 下次要用的时候再安装上去就可以 最后再来清洁一下污水箱的部分 你看看你看看 真的好恶心哦 有够脏 所有的脏污全部在里面包含头发毛发 刷子中间是一个很贴心的过滤网 但如果你的排水孔有滤网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了 像我有滤网就直接倒进去 然后用负责刷具呢 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污水箱给刷干净 只需要彻底冲洗干净晾干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两层滤网 特别是这个黑色的滤网 容易脏哦 要把它彻底的冲洗干净 一样是很好清洗 水冲一冲污渍就掉了 再来就是两层滤网 沥干水分晾干之后呢 下次就可以使用 我觉得这些后续动作并不麻烦 想一想用手动式的清洗或擦 那个洗抹布啦 水桶啦 还是一样需要最后的清洁 所以最后整理工作都是要做的 但至少在整理过程 这个轻松很多 好啦 这个就是今天 Sion多功能无线吸尘洗地机的分享 我会把团购的连结置顶在留言 有兴趣的朋友在参加优惠团购咯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我会把团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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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believe that you don't know you i can't believe that you don't know i can't believe that you don't know